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给大家来印一下这个弧形扇形的一款曲面实网印刷机 很多人都说这个机器或者是拿到这个产品,对于很多新手师傅来说比较头疼 首先我说了,你们只要有了这个摇摆架以后,你们就像调普通的适应机一样 如果你没有这个摇摆架,加这个扇形的齿轮,估计你是搞不好的 首先我们把这个机头给它摇起来,我们尽量这边扭松扭多一点 我们这个机头是可以翘起来的 好,现在我们来调一下左右一个形成 现在这个网板现在做好了啊 现在把网板准备先挂上去 为了大家不最开始都爆网板 我们首先把把这个机头给它摇起来 它就不会不会出烂网板了啊 机头摇起来 这里每一家的那个机器上面这里都有个都有个箭头有个刻度 我们直接把它转转到这个箭头这里 然后把这里松开它就可以了啊 好,现在我们调一下这个网臂的一个距离 上面有个螺丝,对啊,很多人说我们拍的这些视频比较 比较多余,但是还有一部分新手还是比较喜欢的啊 昨天有一个老铁在上面给我留言 他说我们的作品还是比较有良心的 讲解十分到位的,也不怕技术被别人抄 哎,这个东西怎么讲呢 印刷技术就像一层薄薄的一层纸啊 一桶就破,没有什么技术可言 我们在印刷上一道难题的随时都可以找我们啊 现在这个网臂这两个就是可以调这个调这个角度的 现在如果说大家如果说平常对位置的话 可以把这个大螺丝跟那边的螺丝给它拧下来 我们直接把整个网板都可以给它断掉啊 断下来,这样子就不用再去对位置了 因为它这里有一个卡槽是专门卡这个的 所以每一个师傅都有每一个师傅的这个调剂手法都不一样啊 所以今天我们用我的这一套来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不知道对以错,希望大家能喜欢 好,现在把网板上上 然后来对一下上面的字 今天这个网板很多老板说 很多老板说这个老板会会来事啊 比较比较省比较坑 然后就做了一个窄窄的一个小网板 不过没关系 我们最主要是把这个活给它印好就OK了啊 话不多说赶紧我们干起来 好,现在机头上面这边有个螺丝 这边有个螺丝 我们松开这个机头看还有这么大一阶位置 我们前后也是可以调的啊 大家在拿到这台机器的时候千万不要茫然 如果说有搞不定的可以在我的主页A头我也可以 好,现在我们这里有个卡扣 我们现在把它放下来 OK,现在放下来以后感觉现在这个压力 刀片稍微有点重 我们在调机的时候我现在把两个螺丝一定要给它放到底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单独去调这把刀 这边有一个旋钮,单独去调这把刀 如果说它比较重的 然后我们这个首先在调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看这里 把这个网币跟这个这里是齐平的 不然的话你到时候工作台台的太高或者是底座台的太高 就没有那么方便 好,把这个螺丝给它松开 这个螺丝,对 一定在拿曲面机的过程中 所有的曲面机厂家应该都是一样的 对,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我们把它松开 好,可以了 你去那边 我们一定要跟它贴平 这样子我们的这个水平才是一致的 我们这个刀也是相当于是水平的 所以每次在调机的过程中 我会把这个网币跟这里会给它拉平 用手摸一下 平了就OK 给它锁上 好,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铁片这把刀刚刚好挨到网布了 然后我们正常的来说 给它锁紧 这锁紧 然后正常的来说 这个螺丝是冒上去这么大一截 有很多人都说了都快调到顶了 它是有一些厂家过去了以后 它没有把这个网币 就相当于这个位置给它调下去 它在这半空中 回去了以后 如果说这台机器 你在出厂前没有给你调 调式打样的情况下 你这台机器你回去了是很难摸的 对一个新手来说 看到这个曲面机 我觉得是很难受的 接个电话 你好 喂,你好 啊,你好 哦,这里是说是感自称座的 好,现在对给它贴屏就行了 好,贴屏了以后 既然这样子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刷子都离下面很远 我们就可以调整个大手柄了啊 还有很多很多朋友在拿到这台机器的时候 他装这个刀片也很关键 如果说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刀片里面 他如果说给它调到最下面 他这边这把刷子就够不到 如果说给它调到最上面 然后这把刀片又压得太紧 所以说这个在装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 他相当于有个 他有一个拉了拉了一个很长的一条 槽 你可以把这个螺丝给它锁到槽的中间就对了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 所以这个细节今天讲的是非常的到位 很多人也许觉得烦 也许有一些人爱听啊 首先我们把它调到调剂 调剂状态 调剂状态切换一下刀 现在没有上气 没有上气 我感觉现在这个刷子现在都等会压得很多了 不过没关系 现在气可以上上 对我们这里有个阀门 好 阀门好 推上 好 原来是他掉下来了 好 我们现在再切换一下 哎呀 现在我们要把齿轮往那边剥一下 齿轮尽量往那边剥一下 因为他这里 他撞住了 对 齿轮往那边剥一下 他把这都已经撞住了 尽量往那边多剥一点 好 我们现在再上上电 现在还是调到这个手动状态 反了反了 尽量调到中间 OK OK 好 所以等会我们这个弹簧还是要来扶着把产品拿下来算了 对 为什么你看不是是那个齿轮要要要要把它绑住 要把那个尺条给他绑住 别让他跳 那不是有个弹簧吗 对把弹簧给他拉住 把弹簧拉住 今天这个视频稍微稍微有点长啊 有可能耽误到大家了 还望大家到时候在我的这个页面 如果说不会调的话 就按照我这个方法来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把这个尺条 把这个尺条给他绑住 不然的话他到时候会撬的 先把尺条拉起来一下 拉起来 抬起来 不是把尺条 好 再抬 再抬 OK 好 现在我们来调一下这个刮刀末刀 现在刮刀末刀这里没有没有挨到 我们就可以单独去调大了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要把它调到中间的原因就在这里 如果说这个挨不到 我们现在单独就可以调这个旋钮 一边一个旋钮是调一个位置的 好 现在看一下这个刷子这把刀也下去了 我们再调一下 OK 等会就压住他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等会就一次就能运的出来了啊 我们调剂只会调一次一次百分百出来啊 除非就是角度问题 来 好 开了开了开了好 现在调下现在调下行程 现在调下行程调下这个位置 我们现在把还是把机头给他摇起来 先对一下这个位置啊 首先我们这个位置 这个位这个位置是一定要跟网板上面的位置一定要重叠的啊 今天印一下这个格力的这个面板 好 首先我们在等他摇过来的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让他这个位置 网板上面的位置跟下面的位置一定要重叠 对 要升起来 你不升起来这样子拿着能看得见呢 还是要冲上气 要把气冲上 对 然后你你要把它 相当于调到 调到这里的时候 那如果说这样子就要晚上生了吗 就晚上生了 对 晚上生嘛 这样子就隔得太远了 对 对 这样子就升起来嘛 现在我们把这里升开 对 翻了翻了翻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工作台现在升起来 然后让他让他去顶住 让他去 让他去顶住这个这个网板跟产品的这个位置 我们等会看一下 一定要重叠在一起的 哎呀这个网板看是不是 啊没装版没装版啊上上上 现在这个产品跟这个网板一定要有一个3到5毫米的一个间隙 不能让他贴在一起 再上 再上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还有再上一点 ok ok好现在就到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去调一下行程 网板上面看一下现在还偏这么一点 等会网板我们给他松开 往右边挪一点就行了 现在我们把行程调一下 今天我们的效率稍微放快点 今天给客人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死网印刷机啊 这是一款扇形的弧形的弧面的一款 如果说大家在印刷这个印不好的情况下 随时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A的我啊 今天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看水啊 这都是用这个经验来换出来的啊 时间好现在来调一下行程我们进去看一下 300的机小了扳手小了哎 好现在这个行程 这里有个螺丝对然后就可以调左右现在 我们把刀放下来都放下来 对把这个刀头放下来对我们才可以看得到如果说在这边 ok好就数到这里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把这个感应器给他松多一点对好 移过去移过去再再再推紧推紧一直推紧 ok 等一下等一下还要再往那边去 推紧一定要把那个缓冲推紧 好 我们把它锁紧对 这边的位置基本上就到头了 看一下 再在锁紧不然的话等会一冲他就冲过头了 我们班手一定要放到底对班手一定要放到底 班话你这个班手就报废了要不就是螺丝报废 二选一 我们再把机器再给他推到那边去 我们再把对再把行程推到这边来 好把锁紧这边也是一样的这边有个螺丝现在我们把它锁紧 好马上我们用 用这个 胶纸粘一下 我们来印一下来看一下啊 我们用胶纸粘的 原因就是防止 要不要帮我粘一个去 把那个粘住 用透明胶纸粘住 在这上面这上面 用透明胶纸粘住 用透明胶纸粘住 低紧对把缓冲低紧 这样那边去的ok好低紧 现在这个形成左右的左右的这个位置的形成基本上已经到位了啊 现在我们再调一下这个印刷的一个速度 对 拉到这里拉到这里 我们刚好就是把图案起刀跟收油这里做完好我们 往往往往往往来一点 往这边 往满你先你先把刀头伸起来的 不是你现在这个位置现在没调好 他充气 现在不是 你看到没有你现在这个位置你现在没地上 你现在这位置你看插好远啊 你看这里 是网板上面 所以说你这个行程还要往这边来 把把这个松开 也不用你可以挪这个也可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他面临着这个问题 如果说这个字跟这个字出很远 我们就可以把这里给他送开 对 有很多种方法看每个人的调剂 手法不一样啊 好对好 你按着按着这个网板 你把这个字不是看着你 按着你按着这个字按着这个字我看一下往哪边去 如果这边反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你这个大螺丝你看这个字 马上就要走过去跟他重叠在一起了 但是这个这个位置没多少了我感觉还是要网板整体那边松开 对 不是这个松开你把那个锁紧 对我们把刀头摇起来 然后把网板整体往那边去一点不然话这个位置等会稍微有点不行我们微调他他都没有距离了 所以说我们做事情的时候不要嫌麻烦对我们把它松开 网币也松开网网网币也松开等往那边去一点点往那边拖点 好 再去点好 ok 然后我们把这个网板松开看网板他这里他这里没锁紧导致我们现在这个导致现在这个桃的时候就 就容易裂掉好我们现在再对一下这个位置 ok 现在这个位置他就对的是非常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用手按一下 你看一下最后面那个 好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锁紧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锁紧了以后我们再重叠的再看一下没关系他这个差一点点我们等会就可以通过这个微调就行了 好现在把把这个王高头降下来点会我们就可以就可以直接再调微调一下就可以印刷了哈 所以说这个机器都是比较简单的好现在如果说阿罗罗这个网板位置现在这个过去的太多了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再调一下行程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这边肯定已经是走不完了 那这个先松开然后往那边去点也等去 没事的这现在他升起来的没事的 你不升起来你调了左右的话他就他就有可能有可能会卡到大家的手 我们在工作还升起来的这个状况下他是 你调这个行程是没问题的啊 啊就在这个位置 好现在我们再过去把它锁紧一定要一定要把它推紧 等一下多了多了好就这锁紧 所以调机不要嫌麻烦这边也是一样的这边多了以后他顶会起到就会在这个夹具上面起了 看到没有他顶会起到可以看一下他就会在这个夹具外面起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应应该就是在这个位置应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个位置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产品上产品就是阴影的这个部分不要在这个夹具上面 夹具上面他就会容易跳刀的 等会我们可以把角度摆一下 你得紧可以紧 好收紧 我们看一下一定要在这产品上面起刀 千万不要在 不要在这个夹具上面起刀这样子容易把网板突破 容易跳刀 好看一下这个盖油现在大家觉得是不是盖不到 还在这个字外面我们把这个刮刀的这个角度 把这个刮刀的这个角度给他摆一下 把这个刮刀分开这两边给他分开角度往那边摆这个 这个是调角度的 这个是调前后角度这两个是调左右的这个角度 好现在粘了半天都还没粘好啊 打了啊 我们找的好了就等你了 ok 锁紧 等一下 好 锁 对 我们现在把这个角度给他摆到 摆歪一点就ok了 对看到没有现在这个盖油就完全就盖得上了 但是我们确保万无一丝 我们再切换一下刀看一下这两个螺丝抵住了 这两个螺丝抵住了 我们再往回回一点 他这两个螺丝现在卡住了 好嘞 对 好 锁紧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锁 ok 先不动 ok 现在我们就可以过来了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就可以 就可以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最开始没有调这个鸡头的这个中间啊 把它把它网板整体拿掉 刚才 由于 拍视频 我们忘记教大家这个 这个圆心 一定要拿掉 好 把这网板整体的端出来 对 我们现在是印这个圆的 一定要把这个圆心给他找到啊 如果说圆心找不到的话 他就用不出来 我们走到这中间看一下 现在走到最高点 看一下这个刷子不在这个中间 我们把鸡头 这个刷子一定要在这个圆的这个正中间啊 大家把它调到 调到最上面 好 把鸡头往那边移一点 对 我们现在把没事正常调就行了 这里对有两个螺丝 这就是调鸡头的这个位置 我们把鸡头一定要 给他调到这个中间啊 哪边 中国的螺丝就是 顺时针就是紧 逆时针就是松 日本的 给我们做的就是反的 顺时针就是松 逆时针就是紧 对 鸡头我们往左边去挪 这个抬着一点嘛 松 再松一点 螺丝一定要放到底不放到底他会会会划牙的 先不要那么着急你都没进去你看到没有 好 我们现在可以再看一下这个稍微有点过头了再往这边推点把鸡头抬着一点 慢慢推好下来 这个感觉现在 再往这边再推一点点一点点玩我右边右边 一点点 ok 对 推了没有 好 下来一下 ok ok 现在这个就在中间 ok 现在这个鸡头 这个刷子一定要在这个中间 他就是ok的啊 不然的话他等会儿就印就印不出来了 我们现在把网板整体给他端下来的 太热了 今天这个调机视频相信很多人都会喜欢 但是也有很多人会喷 谁不会啊 其实说白了 只有干过这个行业的理会 没有干过的 还是有很多人不会的 所以 不要总会觉得去喷别人 要学习 好 现在我们再把网板给他加上 现在这个机器稍微有点偏 我们 对 把网板再给他加上 好 我们这样子把它端下来就比较方便 每次用的时候就直接不用再去对位置了啊 拧紧 好 现在我们再过来再看一下 他如果说这边还是有点偏差 我们 就可以单独去调一下他 所以我们这边这个螺丝平常不用去锁紧 差一点 ok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已经重叠了好 现在我们直接就可以就可以放下来大家在在硬的时候这里一定要悬到那边去 然后把这个螺丝所有的螺丝一定要一定要检查好看有没有锁紧啊 好 首先 首先我们 看一下 看一下 调一下半字洞 然后让他走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子的 速度现在太快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速度给他关小一点 所以说我们不要着急着去倒油磨啊 不要着急着去倒油磨 做事要讲究方法 讲究效率 我们不能说等会倒上油磨不行 我们还要把它再铲下来 那样子时间浪费的会更多啊 我们再走一下半钟上去的时候 上去的时候稍微再看一下 左右的这个速度 左右的稍微可以慢一点 难道是这边这个 ok这个就是调前后左右的这个速度啊 ok到油磨 我们直接今天这个是样品 黑色 好 直接今天我们用这个给他 随便随便 哪一罐都可以 直接上面沾了这个黑凝胶 怕顶会是插不掉啊 顶会浪费这个产品啊 现在我们就直接开始上油磨了 换东西 换东西要人吃饭还要嘴呢 不要人哪里能搞的好呢 不要人那里的工资从哪来呢 那里的这个宝马奔驰从哪来呢 不要讲这样的话 不要讲泄气的话 我们 要 每天都要有激情 你知道吧 不要讲那么上上气的话 我说这个机器有手动 有半自动 有全自动 三个模式 我没说这台机器是全自动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油磨的一个吸稠度啊 觉得吗 嗯 有句话叫做什么 就怕 不怕 那个 那个同行拼价格就怕外外行抬杠啊 就直接倒在这边也可以的 没事 这边 嗯到这边 总有总有那么些个喷子在始终去喷你 嗯 刮到这个角度你看到没有 刮到这个角度是有点弯 这边 接着点 好 今天我们看一下能不能一次把它印的出来啊 我们 有半自动 有自动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压力 那就是外面的这个压力相当于轻了 我们可以可以单独去调一下外面这个压力啊 现在这个刷子没有底紧 我们也可以单独去放一下这个好我们再来试一下 好我们把它插一下 把插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啊 黄板下面等会儿也可以插一下 啊 所以说呀 这个人呢 不能 你不能去去讲他 一讲他他就给你抬杠啊 我没有说过全自动啊 我没有说过全自动啊 好 等一会儿我们可以停到左边停到右边 我们把网板底下也插一下 等一会儿 我们把没有粘好胶纸的我们 给他 全部印了 给客人给他寄过去啊 网板下面也这样擦擦不干净 擦也行嘛 因为干不擦一下不然的话你家下面还有水 多硬几次算了多硬几次也可以多硬几次 所以说今天这个曲面摄影机我们就花了半个小时 然后给大家 拍了一个视频 希望大家能喜欢 好 反了反了反了放进去 一 OK 没干了 嗯 再擦掉 再来 看一下 启动 OK 现在这个效果是非常好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么简单 无形的扇形的找我就对了印刷上各种难题都可以 在直播间互相交流啊 有大家应不了的或者是觉得难度大的 免费给大家打板调剂啊 好 我们现在马上要转另外一款了 来 再擦掉再印再印几次 然后我们把那些没有印的全部给他印了 看一下啊 现在我们再转另外一款 这应该都是那个空调的空调的底座啊 空调的这个底座 这个应该是那个 大厂用的那个柜应该是那个像中央工调一样的那个历史机啊 好 ok 相当nice啊 相当nice 发货发货 前几天也是因为这个视频 然后客人看到了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荷兰郑州的一个厂家 买的啊 最开始我们也都是通过这种视频 然后来吸取更多的客户啊 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可以找我啊 谢谢谢谢大家